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普京在金砖会议上与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标志着金砖国家扩展后的首次聚会 吸引了超过20位世界领导人的参加 普京希望借此机会展示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尽管其因乌克兰战争遭遇政治孤立 会议中普京亲切地称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 强调中俄合作对全球稳定的重要性 习近平则指出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 印度总理莫迪也在会议上强调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必要性 而南非总统则是俄罗斯为珍贵盟友 展现出金砖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此次会议不仅是中俄深化合作的契机 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声的舞台 将在安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随着金砖国家的成员国扩展 这一集团将成为对抗西方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金砖国家的会议在俄罗斯喀山市隆重开幕 俄罗斯总统普京迎接了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其他世界领导人 这次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扩展后的首次重要聚会 目的在于展示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未受孤立的影响 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世界领导人参加 普京政府试图利用这一契机向外界展示 即使在俄罗斯因乌克兰事务而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形下 他仍然保持着广泛国际联系 自2022年2月普京全面进攻乌克兰以来 这次会议成为俄罗斯举办的最大国际活动 习近平抵达时 普京以亲爱的朋友相称 表达了对中俄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他强调 俄中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是全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承诺继续在多边平台上加强协作 确保全球安全与公正的国际秩序 对此习近平回应道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见的深刻变革 形式复杂且充满变数 他赞扬了中俄之间深厚的友谊 并指出这种合作为两国的发展和现代化 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两国认为的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 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 中俄两国曾描述彼此的关系为没有上限 在此次会议中 印度总理莫迪也与普京会面 普京强调了与印度之间的 特别特权的战略关系 并表示这种关系在持续积极发展 莫迪则希望乌克兰能恢复和平 并在与普京的会谈中 表达了对这一努力的支持 他指出印度密切关注俄乌冲突 相信争端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并全力支持迅速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 自2022年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侵略以来 中国和印度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在与普京的会谈中 称俄罗斯为珍贵的盟友 并回忆了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开始的长期有益 南非在联合国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上 选择弃权但同时呼吁结束冲突 普京提出俄南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平等和相互尊重为 核心并强调俄罗斯对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视 金砖国家的名称最初来源于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这些创始成员国 作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秩序的替代方案 2023年金砖峰会决定扩大成员国 邀请阿根廷 埃塞俄比亚 埃及 伊朗 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加入 尽管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米莱拒绝了加入 表示希望采取更亲西方的立场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表示 已经有36个国家确认参加此次会议 超过20个国家将派出国家元首 普京预计将会举行约20场双边会谈 这次峰会可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外事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的峰会标志着 金砖合作的新开始 并补充到中国准备与其他各方共同努力 促进金砖合作的持续发展 开创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团结寻求力量的新纪元 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乌克兰外交部在会议前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计划出席峰会 指出古特雷斯拒绝了乌克兰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邀请 却接受了战犯普京的邀请 然而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 哈克表示 古特雷斯的未来旅行计划尚未确定 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开幕式上重申 中俄关系在面对混乱世界中 如同一座坚固的灯塔 为两国的未来指引方向 他强调 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对于维护国际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是在金砖国家峰会的背景下进行的 吸引了来自巴西 印度和南非等国的领导人 并欢迎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和阿联酋等新成员的加入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为有之大变局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充满了混乱与不确定性 然而 他坚信中俄两国作为主要国家 始终会站在人民的一边 立场不会改变 普京在会议中也表示 中俄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已成为现代理想国家合作的典范 金砖国家自2006年成立以来 便致力于挑战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垄断 此次峰会是俄罗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 使其面临孤立 分析人士指出 金砖国家将讨论在安全 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并考虑扩大成员国的数量 习近平强调 金砖合作是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多级世界 和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他指出 金砖国家贸易部长 在7月的会议中 也表达了对美国日益增加的制裁 和关税措施的反对 并决定共同采取行动 抵制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 单边保护主义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和欧盟 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影响 习近平的言辞中 透露出对未来的信心 两国的合作 不仅是经济上的互利共赢 更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共同捍卫 这次金砖峰会 不仅是中俄两国深化合作的契机 也是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发生的舞台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金砖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 无以为未来的合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金砖五国BREX 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 这些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分散 但都被视为新兴经济体 拥有快速增长的经济 并在全球舞台上拥有重要地位 金砖五国的概念 最初是由高盛的经济学家 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 于2001年提出的 他在一份报告中预测 这些国家将成为21世纪 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之后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 并在2006年开始正式运作 最初的组织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组成的BREX 南非于2010年加入 之后改为BREX 金砖五国的主要目的 是促进成员国间的合作 增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 并且是多个关键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例如信息技术、印度、重工业、俄罗斯、制造业、中国、农业、巴西和矿产、南非 这样的多样性使得金砖五国能够在许多国际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 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砖五国的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一次 借此平台成员国讨论包括经济合作、贸易协定、技术转让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广泛议题 此外 金砖五国还建立了若干合作机制和平台 例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No Development Bank 这是一个于2015年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 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融资支持 金砖五国的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据2021年的数据 金砖国家的总GDP超过了23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的24%以上 人口方面 金砖五国总人口超过了32亿 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 这些指标显示出 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 然而 金砖五国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尽管他们在某些领域拥有竞争优势 但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 此外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内部经济结构问题 也是金砖五国必须应对的重要挑战 总的来看 金砖五国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多边合作平台 为成员国提供了加强经济和外交合作的机会 在全球秩序变迁的背景下 金砖五国的角色和影响力将继续演变 成为未来观察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视角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屋 这场金砖会议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普京总统可谓是上演了一场外交秀的大戏 在克山市这个俄罗斯古老的城市里 普京用他那标志性的微笑和劲爆的话语 迎接了习近平主席 还不忘称呼他为亲爱的朋友 这哪里是外交会议 简直就是高校毕业晚会啊 普京这次会议的目的明显的不得了 就是告诉全世界 哎 我们俄罗斯可不孤独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一票好兄弟呢 谈到习近平和普京这对好哥俩 他们的互动似乎让我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的正义联盟 习主席说中俄合作能带来全球的稳定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巨大的超级英雄大会 两位领袖正在商讨如何拯救世界 不过 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没有上线这个词 这对中俄关系的描述真是无限宽广 让人心生敬畏 从这样的描述看来 中俄这对搭档的合作未来肯定会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 至于香港城市大学的新成立的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所 HKAI-SI 我只能说 这绝对是AI界的明日之星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CTUHK的动作如同一道科技闪电 击中了全球创新市场的心脏 这个研究所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追赶潮流 更是为了在这场AI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富瑞德教授的演讲中 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 他们似乎准备将AI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 这次合作伙伴的阵容真是令人瞠目 从学界到产业界都齐聚一堂 这是要在AI科学的天空中打造一个星光璀璨的银河系啊 未来 随着这所研究所的发展 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突破性的科技成果 甚至超越我们的想象 香港城市大学正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 他们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堡垒 更是科技创新的前哨 期待未来的科学研究在AI的助力下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可能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